俗话说近鬼神而远之 闯入这个猛鬼境地 当心招来杀身之祸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日本的骑狱县 发生了一起非常诡异的公路意外 汽车坠落悬崖 一死三伤 原来四名少年晚上相约 试胆他们打算到当地有名的闹鬼场所 致富湖来探险 但是在半路上突然遇上了落石 而且正巧砸破了挡风玻璃 安全机囊爆开之后 挡住驾驶的视线 导致这辆轿车直接冲破护栏 坠落15公尺深的悬崖 驾驶少年当场死亡 其他三名有人受伤 那么这起事件 在日本就引发了讨论 真的是意外吗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翻开这个致富湖 在过去20年中 1997年 它曾经发生女性弃势的案件 2006年 更是发生了集体轻生的事件 五男一女在现场烧炭轻生 那么现在又传出有人坠癌 几乎每十年就有大事发生 就有日本网友说 少年的心态不尊重死者 才会惹祸上身 那么其实日本现存 最可怕的猛鬼禁地是这里 位于富士山脚下的 青木原树海 那么这里面积广阔 直逼650个东京巨蛋这么大 日本警方平均一年 会在这里找到 60到80具的遗体 恐怖的故事 还曾经被拍成电影 那么现在这里 架设了很多警语 劝告人们不要轻声 但是这里会出这么多人命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神秘的磁场 其实青木原树海 位于富士山脚下 那么富士山是一个火火山 所以地底下有大量的铁矿 那么很多登山客 走到一半 发现这个指南针失灵了 就造成迷路 最后死在山里的案件 也不少 不过日前 我们来看一下 日前泰国民众 真的是活见鬼了 半夜开车在曼谷的街头 看到旁边车子的后车厢上 竟然直挺挺的 坐着一名女子 吓得驾驶差点撞车 车水马轮的曼谷街头 一让红色汽车 吸引大家的目光 仔细看 汽车高速行驶 后方竟然还坐着一名 长发的意思 完全不合常理的画面 让当时也在道路上的 影片拍摄者 瞬间毛骨悚然 因为这名女子 就坐在汽车后车厢上 而且长发披肩 对于这样的危险举动 也丝毫不害怕 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拍摄影片的泰国民众 把影片放上网路后 已经有270万次点阅 但有网友留言 这个女子其实是真人 她因为跟丈夫吵架 而被处罚 坐在后车厢 不过车顶上的恐怖画面 还出现在日本 同样在行驶的汽车中 捕捉到让人无法解释的画面 还一起登上日本综艺节目 美国的这起案例 拍摄的画面更是清楚 佛罗里达州这名妇女 日前带着13岁的女儿 参加选门比赛 没想到坐在副驾驶座的 女儿自拍后 看到后方出现男孩的半边脸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这个路段一年前 曾经发生过车祸 更让这起事件 引起美国网友热烈讨论 三连新闻 做得不论 遇到怪事或是意外 怎么冷静以对 战斗民族示范给你看 我们看到画面上 白俄罗斯这名电车女司机 开在路上 那么突然一辆小客车 违规冲了出来 没想到她 直直撞了上去之后 气定神闲地停了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 她响了一下 然后才悠悠地走下车去查看 那么网友说 这个淡定姐 真的是太冷静了 还有人说 就好像在看保龄球 也有人说 那这个淡定姐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静 怎么办到的呢 也让这名电车的淡定姐 在网路上爆红了 以上今天的100秒秀世界